你俩在一起 没少干坏事吧 彼此彼此 小心点 跳下来吧 我接着你 你让开 小心我砸着你 口气挺大 没跟人来啊 小时候肯定没少翻墙吧 彼此彼此 这就是我们的小学 你面前的这片草坪啊 之前就是一次性车棚 所有老师的自行车 都停在那边 要是学生被老师批了 我们就悄悄溜进那个棚里边 把老师车台的气 全都给放了 你跟邵振荣小的时候 可真够逃的 你俩在一起 没少干坏事吧 彼此彼此 你这是干嘛啊 挖宝 挖宝 上学那会儿 同学们 都特别流行 没时间呢 我和振荣 就学着他们 一起在这儿也埋了一个 去吧 给我吗 这是我跟振荣的回忆 看看吧 我们两个曾经约定 等我们老了 就来这棵树下 把它再挖出来 这个约定 永远没有办法兑现 一看你们两个 就是调皮捣蛋的小孩 笑什么呢 这是什么 真人获得的 我怎么都不知道 郑融还会游泳啊 她 她就一汗鸭子 她根本就不会游泳 那她怎么会游泳 还获得奖牌啊 那她得谢我 一脚给她踹出去的 你对她也太狠了 回去啊 她就跟少姨和我爸告证 我爸给我拎起来好一顿打 你没看见她当时就躲在我爸身后 你不知道她笑得有多开心 竟因为那一脚 那臭小子后来一个月都没有理过我 从那之后 她就不怕睡了 半年的时间还进了校队 得了这块奖牌 郑融有你这么个歌 也真够倒霉的